五 四 三 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光琴 欢迎收看正传媒的新闻部青菜 新闻部青菜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位新任部长 数位部的唐凤 唐凤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 唐凤你确诊现在状况如何 还不错 我今天半夜就可以解隔离了 那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 就嗓子有点哑而已 很可惜 因为唐凤本来要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他以前都是我们经常就说 视讯或者到他办公室 就很可惜 上次的这个机会 唐凤你背景是什么 你现在坐的地方 感觉蛮先进的 背景就是一个绿幕 然后key上我们的那个数位部的颜色 这样子 我现在大概都是远去办公 我这七天都没有请假 还是签公文还是上班 因为没差嘛 也以你的急速跟打破这个时空环境的 这种限制 你在家里也可以办公嘛 是 这就是数位部的工作嘛 什么时候出来 就刚刚讲了 我们现在是9月8号星期四嘛 所以是今天的半夜0点一过就可以出来了 好的 好 唐凤你知道 数位部还没有成立的时候 大家就是很多揣测啦 可是当数位部一挂牌的时候 哇 那个排山倒海就很多疑问 好 那我今天很简单 既然别人都这么质疑了 这么多疑问 那我干脆就照本宣科 把这个问题丢给你 好啊 那你一个个来 当然要给你相当的时间跟空间 说明为什么要成立数位部 唐凤 我想我们在之前看到 不管经济部交通部 国发会NCC资安处 都有各种数位相关的业务嘛 那这个直接造成的结果 就是要推动一些新兴的数位政策的时候 不管是非同步卫星啊 5G专网啊等等 他的协调成本非常高 常常需要两三个政委 再加上两三个部长 加在一起才能够做 那但是我想不管是 蔡总统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提出来的政见 他在2020年就职演说的时候 提到说 要一个数位专责部会来降低这个协调成本 那当时他的竞选对手 也就是前新政院长张善正 在参选副总统的时候 也提出过 要有这样子的专门的数位转型的 院级的这样委员会 所以其实我想这个想法 就是要降低协调成本 然后让大家反应的速度变快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共同主张了 好唐鳌你刚提到这个张善正 因为大家也不会远 他现在参选台湾市市长 那您是不是一有所指说 你当初也是这样建议的 那就没有这个资格来批评 是否有这个意味 应该是说 你如果回去看 就是数位部三读通过组织法之前 其实不管是民众党党团也好 或者是国民党的很多委员也好等等 在野的这些党团也都提出说 不但要成立数位部 而且他们那个约聘人员的趴数啊 比我们现在实际的还要多 就是大家都加码了 所以真的 如果你回去看的话 可以说是共同证件 他们当时的版本 在野党的版本是说 我们不管编制元额多少 约聘就可以聘到50% 所以我们如果有900个编制元额 那就可以450个约聘等等 那后来我们真的通过的版本不是这样 是数位部只能有100个约聘 然后两个署 就是资安署产业署 各有100个 加起来300个 不管我们编制元额多少 所以我们编的已经比在野党这个加码 稍微保守一点 所以只能用100个 这都很到顶了 我有看那个相关细节 那包括预算 号称217亿 可是前瞻预算占了100多亿 但事实上你们编制下只有50几亿 对不对 预算是不是 对 可是加总起来就给人家感觉 为什么要花到200多亿 前瞻的160多亿是两年期 只是我们一次去要两年期的经费 这个要讲在前面 那里面绝大部分 都是其他部会的业务移拨过来 我们继续执行 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本来在NCC的 那这样缩短偏向数位落差 确保偏向都收得到讯号 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数位工艺的服务 培养AI智慧 应用人才等等 这个都是现有的 我们提的前瞻是里面 只有两个新的计划 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非同步轨道卫星 确保灾难或者是各种情况 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 即时的应边讯息可以收得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通讯传播科技 做对社会有利的这种创新应用 所以我想这个规模 并没有特别多了 但是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部会 没有前一年的预算可以对照 所以我想有些朋友 会觉得担心 这是很自然的 不过我想都是受到 有立法院的审查监督 对就是说有立法院监督 就是说你意思说不要这么早担心 你到时候再开K就好了 如果没有滥用的话 那这个预算 其实我今天打散了 不管我们讲到哪 就唐鳍帽我们回答到 就说有一说 就说那前瞻预算都有160几亿分两年 没错 那你们向下只需要57 他们会觉得说那就是前瞻 基础建设预算变得太腐烂了 用不完 所以就干脆丢到这个唐鳳的新部会 有这样吗 不过我想重点是要 确保它在执行的时候有综合的效果 也就是说像刚刚那个非同步卫星 它的重点不是只是本来NCC那边 确保这个卫星 它能够接受到讯号 它接受站能够普遍的设置 也还包含就是本来在国发会的业务 就是政府的最基础的数位服务 在应变或者灾难的时候 要能够递送 这个本来在国发会 它的资安要没有问题 这个本来在资安处 那以及它要能够结合民间的业者 包含资安产业跟通传产业 这个本来在经济部 所以重点不是说 这个前瞻预算本身有多少 而是它移过来之后 它可以有更大的综合效果 嗯就是说符合你们未来要发展的部分 那不是钱砸钱 不是这样 那唐宝你刚刚讲到这个前朝 就是国民党时代 那张晨正他做过政府院长 尤其他做过科技部长 就是国发会转型之后 那虽然国发会后来又转回去了 国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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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 以他们当所计划跟你现在 除了原额之外 哇那个超过一半的话 那真的很惊人了 那还有其他有什么同跟不同的 是我想相同的就是像刚刚讲到的 要禁用一些业界的这些人才 那这个是相同的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更着重于我们叫做全民数位任性 也就是说经过疫情的这两年 还有最近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更加注重说 那大家要守望相助嘛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混合战啊 讯息战啊等等的这种公式 所以我们在应变的这个回应上面 任性上面 这个是我们特别琢磨比较深的了 那这个也就是很多人会说 那你资安署啊 约聘过来啊 难道就是任何业界的人都可以一下看到 我们全国的资安相关的系统吗等等 那这边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也为此特别设置了 包含背景查核啊 这样子的流程 所以不管是资安署的约聘 或者我们年底会设置国家自通安全研究院 资安院 那资安院进来的人员 也都是要接受这样子的背景查核 所以我想觉得在人员的这个把关上面 我们会特别看重 因为有很多是这种工房的工作 对唐总你既然提到这个 因为有很多人关心你的业务范围 甚至有台大的助理教授 他还有他们周边的人 他们很早就跟我念 说哎呀唐总什么时候来啊 他们甚至想要进场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对话 我说不行 那我哪约得到啊 你们不要来讲究 但他们有提一个跟你刚刚相关的 就说你们会被要求 不管约聘过 但正式公务员就算 因为他们经过考试 你们有没有要求约聘过的 就是说 您说不顾学历嘛 看他们的能力 看他经历 有没有要求一项是资安执照 当然证照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在资安署 跟资安院去要求的 那另外就是说他的 嗯我们说他要 就是说他要有这样子的操守 他要保持着行政中立 以及他的这个专业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政中立 也是各界会特别来问我们的说 那会不会变成说 这个到了数位部之后 反而是不是对外抵御攻击 是对内啊 那我这边也要特别跟他讲说 虽然我们跟民间多元揽才哦 但是虽然组织法授权我们的司长跟署长 可以从民间进来像您刚刚提到那些教授们 本来按照我们三读通过组织法 是可以用教授副教授来担任司署长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这样做 我们目前的这些司署长都是常任文官 所以要开什么聘用的缺 怎么任用怎么监督他们底下的约聘人员 全部都是由常任文官秉持行政中立来监督什么 那有关约聘库这个到底要不要资安证照 要或不要 我们我们现在在资安署 他会需要相应的证照 那如果是在资安院的话 他可以有相应的证照 或他有相关的研究工作 或者相应的经历 好 就这个业务的区隔来讲的话 这个在业界很寻常 就是说不管是外包 我昨天也问了我们旁边办公室的 他就是从国航部六年的资安相关的业务 这边来转到民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什么官网外包啊或说什么约聘库 他的意思说他觉得在他们业界是很寻常的 而且分明别的有不同的业务 譬如说你到富邦啊或者说你到哪个机构 这可能都不一样 他觉得外包反而省钱省市 这个还有就是说在他们那一行 他们觉得任用人事的这个部分 的确你不可能那么僵化 对他们来讲的话是这样 那可是就我们一般老百姓 尤其在审核预算那些 不管是卸任或现任的立委 他们可能很惊讶 就是说哇那你搞那么多人 对不对 虽然不到300人 600人里面有大概不到300人 是属于这种非正式编制内的员工 但他们会惊 他们是有很多想象 是不是网军啊 那你们这边又如何如何 这一题很关键 唐佑你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 就好像那个高速公路速限300 并不表示我们立刻要飙到300 所以我们现在的月聘 目前只有20几个人 而且到了明年 大概应该也不会超过100人 所以大家不用觉得说 好像我们可以用到300人 瞬间就用到300人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刚刚讲到的 事务官占8成以上 而且司署长都是事务官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继续维持住 这个行政中立的重点 我们绝对不会说好像 因为月聘人员进来 然后我们就丧失掉行政中立 不会这样子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说 像刚刚您提到的 不管我们的奖助啊 补助啊工程采购啊 劳务采购啊 本来就是要达到我们的政策目的 所以去运用的一些做法嘛 那所以重点还是我们要达到 怎么样子的政策目的 那应该是用这个来检视我们 像我们说 要用非同步卫星天灾战争的时候 要维持通讯 确保正确的应边信息 能够送到大家手上 那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前瞻计划 我们可以来讨论的 或者如果你有想到更好的做法 应该是说 那这件事情它值不值得做 如果值得做 这个做法好不好 那至于哪些是采取委外工程 很劳务采购 本来就是按照那件事情的性质来决定 因为按照性质嘛 就是说跟我刚刚前提上的那个叙述 是雷同的 可是一般小老百姓 或是说那些我刚刚讲的说 政治人物 立法委 他们会觉得说 那都给你那么多钱啊 对不对 200多亿 我给你那么多人啊 那你为何还要外包 像朱学恒 朱学恒就盯着你啦 紧盯着你 你干什么他都盯着你 而且我觉得他在世代上面 是比我们小一个世代 他对那方面也多所琢磨 不敢说他专业度到达哪里 但是他算是一个指标人物 他就常常紧追着你 从APP嘛 有没有效能啊 包括现在 他说那你官网为什么要外包 你们都是专家 那为什么成立了以后 你还要外包 有没有外包的必然性 呃 这里也很感谢就是 呃包含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总统文化奖得主 朱学恒 呃对我们的关心啦 呃我觉得我们 当然呃所谓的外包 刚刚讲到的就是 包含劳务采购等等 我们有个目的 就是去确保说民间 我们的资讯服务产业 能够理解我们想要做的 我们的理念 然后他们能够把这个 做成解决方案 让不管是其他政府器官 还是民间想要用的朋友 也可以来用这样子 新的架构新的概念 我举例 好比像说您提到我们的官网 啊或者是最近大家可能看到 我们的行动自然凭证千和的公文系统 那它里面都用了一些新的概念嘛 哦我们的官网啊用了一个叫IPFS 就是一个星际档案系统的一个架构啊 确保我们上改的上稿的流程 不会被篡改 我们的公文系统用了行动自然凭证 可以确保说我这七天虽然都关在家里 但是还是可以很安全的验证我的设备 它上面的软体 以及我的网络连线的情况下 我可以继续签公文 所以就是说这些新的功能 我们如果全部都自己写 而且只给自己用的话 那其他的政府机关以及民间 如果想要用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参考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去跟蛮大的一些资讯服务业 包含像瑞昂科技啊等等一起开发 所以这样子协作开发完之后 他们这一套解决方案 不管地方政府或者其他人 也想要用行动自然凭证的话 那他也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所以我们是尝试 试用 调整跟厂商一起学习 这样子的角度 那等到我们测试完没有问题 他合规也没有问题的时候 本来就是借着这些民间业者 他才能够扩散到其他的机关 跟其他的事业里面 他们如果说你们自己的人 每一项都要做能够负担吗 比如说这一项 你刚刚举例一项 对不对 人家既有的既成的 你这样是比较方便 而且可以扩大效用 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做 就以这一项来讲 你们有能力 或者说你们有这个人力 可以做吗 时间空间 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的资讯处的人 甚至包含我自己 你问说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技术能力 对 去自己开发公文系统 那应该是有的 嗯 那但是当 就和我刚刚讲 我们如果选择这样做的话 因为我们虽然可以开发 但是我们不可能帮其他机关维运 我们不是其他机关的厂商啊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帮全国的所有的机关 或者是民间的想要用这套系统的朋友 未来继续违运这套系统 这是不实际的 我们并不是大家的厂商嘛 所以我们的选择才是说 去跟上市的大型的这些厂商来合作 我们把怎么做告诉他们 他们来帮我们做到之后 他们接下来就可以去服务其他的机关 了解由他们来违运 他们来负责 那类似的举这个项目就很清楚 有没有第二项 我们再了解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是 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官网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是跟一连店合作 做了我们布的这个官网 那这个官网运用新的架构 它可以在前端 比较不怕这种流量的这个攻击嘛 那它的后端上稿的过程比较难以篡改嘛 那这个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但是实作的时候是由一连店来实作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好比像说像我们的两个署 也就是资安署跟产业署 在以前那他们可能会找不同的厂商 再开不同的标案 再去做自己的官网嘛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架构 它是公开的 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是一个共同元件 所以我们的资安署跟产业署 他们就自己就可以去用我们跟一连店做好的这个架构 结果呢他们自己的这个官网呢 哎现在就直接用同样的架构就上网了 那我们未来如果其他的机关也好 民间的朋友也好 其实现在网路上面已经有一些 如何像数位发展部一样架IPFS网站这种教学 开始出现了 所以它就是赔利整于全民啊 只要愿意开始考虑这样子新的架构的朋友 哎这个知识就很容易扩散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几个人关起门来写 然后也不让别人知道也只给自己用的话 那同样的这个知识就无法扩散了 嗯嗯好唐凤这样子 那就是说你讲了清楚以后 可能你们也要到立法院接受检验啊 我这个是因为亿联那个 我有看到报纸三家嘛 他们也是公开招标正式公开招标 那以后可以公检释 那这样就回归到就是外包是这一个很清楚 那你们的业务设定目标是什么 你业务向下啊 你唐凤我上证我马上要拿出绩效对不对 我展示我们这数位部很不一样 那你目标设定是什么 是呃刚才讲了嘛 我们整合了资讯资安电信传播网路 这五个领域 那具体要做的就是 推动国家数位转型来建立全民的数位韧性 所谓韧性就是我们每次碰到 不管是资安上面的混合战 讯息战上面的攻击 或者是天灾或者是疫情或等等 我们不是只是我们的服务要很快恢复到同样的情况 我们还要吸取每一次的教训 然后呢重建我们的服务到以后更好用 更不会受到这些天灾或者不是天灾影响的程度 所以大家立刻就看到 好比像说我签的第一份公文 他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些公共场域像台铁 如果是很多人可以看到或听到有传播能力的这些设备 那我们就要比照办公用的设备那样子 纳入我们对于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是不可以使用的这个清单嘛 那这个产品就包含软体啊硬体啊服务啊等等 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公开讨论30天 那如果大家没有提出就是太多不妥的意见的话 那没有什么重大的困难的话 那我们在月底我们就会施行了 这个就是把我们上次在佩洛西来台的时候 大家不是有看到一些看板被置换吗等等 这个去把它补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重点是确保大家 不但知道有怎么样子可能的威胁 也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子对应 那才是有任性的才恰当的这样 对然后你刚好讲到这个 这里是priority排到优先嘛 你第一份已经签出去 有没有第一份 蛤什么 你还有没有第二份呢 还有第二份 我第二份开始签的都是人事任命的公司 哈哈哈 遇到了哈 你现在要搞这些什么人事任用这种 属于你没想过的啊 没遇到过的 没错那当然媒体也尤其是新闻也 也很关心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怎么样确保说新闻 因为新闻有很很重要的公益性嘛 新闻怎么样要在这些跨国的大型平台 呃现在大家大部分的广告收益啊 或者是大部分时间呢 都呃被他们占助嘛 的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跟新闻业共融 那这个也是我们呃 接下来会很积极的去跟我们平台业者 跟各行各业 从新闻业开始 来讨论说怎么样子 确保说那新闻的这种公益价值 在这样子新的时代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确保这样 白话文 你帮我翻译一下 因为唐凤他的语言是非常的 像espresso咖啡那种 非常的精炼的 但是帮我们白话文一下 譬如说刚刚讲两个 大家还以为我放水 像你刚刚讲到第一份公文 那是其一波大家最关注的 哎怎么会被害成这样 大家会攻击你说 那唐凤不是很厉害 啊不是天才吗 那你为什么 像那这搞到什么7-11 那都被人家害了嘛 对不对 还有很多 然后当然就各部会他们 包括你哦 可能你们都在呃 待命到8月8号 父亲节之前 好像8月5号 就呃 包括台电 我有问过这个 你们的次长 经历部次长郑文森啊 他还很明确讲啊 他说除了治安的这个有被害 但是基础建设那是完全进不了身的 他是一个 就是说那个当时候怎么样 当时候是怎么样被害 那你们现在怎么补露 当然我们有涉及到这个秘密 机密的话不可能讲嘛 那唐凤绝对也不会讲 第二个就是说 怎么样跟媒体什么维持什么的 刚刚那一串 你帮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啊 呃第一个部分 其实我我很乐意回答 第一个部分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到 关键基础设施 办公用的公务网� 如果我们守得很好 这个并没有被篡改 并没有被侵入 但是呢 对外的一些 呃好比像说堪板 嗯那本来呢 是被定义成 他在公务网络之外 他并没有借接嘛 就并没有接到办公用的网络 嗯 严格来讲 他是那个场域里面租给民间业者的 对 所以本来并没有在我们这些 危害国家自动安全的这个限制里面 呃去执行他 那这个确实是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说 哎那电脑病毒 他没有办法从这个侵入公务网络 嗯 对不对 那所以觉得好像很安全 但是现在发现说 哎他传播的可能不是电脑病毒啊 他可能是一种比较像心灵的病毒嘛 就是去让大家看到了 然后听到了 然后赶快就是转传啊 觉得说匪夷所思啊 怎么会被换成这样子的字样等等 所以他变成讯息战或者混合战 他不是传统的那种资安的病毒 然后讲到重点了 对 我们如果去7-11 我们好像觉得共军已经 对 好像已经我们心理战已经侵入了 那以后也要防堵这个吗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的 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我们大家的心理的韧性还不错 社会韧性蛮好的 大家看到那几天股市并没有下跌嘛 并没有大家真的就是心里为真 但是这个也提醒我们说 像这样子讯息战有传播力的看板啊 或者是什么像活灾的那种这个系统 它可能会有警报的声音啊等等 那如果真的被侵入了 然后突然之间发了什么活灾警报 确实它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预告到月底的这个新的 危害国家自动安全的限制 就是要把这些公共场域里面的这些设备 也纳管 所以这个是等于上次这个攻击之后 我们学到 这部分也是对方可能会 就是下手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引领这样 清楚 签公文的意思是由你们做吗 签公文的意思是由我们的资安署 来建立这样子的一种限制 那这样子的限制 我们会先在公务机关里面 透过像刚刚讲场地租赁的合约 或者是它的使用规范等等来确保 那在民间的部分 像刚刚提到的便利商店 经济部有定一个执意 那这个执意也是扣合着 我们这样子一个规范来做的 好那媒体这一块呢 常问我就乱问了 这个什么数位中介法你赞成吗 数位中介法 有双连吗有相关吗 数位中介法 如果您刚刚讲到是说 对于像言论的这种 就是非法的言论的监理等等 那我在开张的第一天 数位部开张第一天就说了 就是数位部做的工作 并没有这种监理的成分 那所以我们是促进 我们是Moda 是这个油门的角色 促进各行各业的共融 所以只要是跟监理有关的 基本上是不算数位部的业务 嗯嗯那那 他这个在行政院已经推出来 会收回去嘛 那我相信你有开那个跨部会会议啊 那说实在我们民间就要 在政府机关就有个代理人 就你唐凤了 对不对 如果坐在那个会议当中 看到人家推出这样的一个 数位中介法 你要表态吗 或者你有表态吗 或者你自己根本的想法是 以免你下次坐在会议上 他要推出来的时候 唐凤可以发表意见 因为你是网络世界的 对不对 的大家可能 认为是政府的代言人啊 所以你对这个 是不是可以多打一下 那顺便再打一下 你刚所谓的跟媒体什么平台 什么媒合啊什么干嘛 那个是什么东西 嗯 你先回答这个数位中介法 因为我们很介意耶 你知道吗 我就很直接讲了 就是 呃 他是在NCC 对外意见征询的期间 那这个对外意见征询的意思 就是说他NCC本身 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意思 他送到院里来请院协调 还没有 还在NCC自己对民间征询的阶段 是 那这个阶段 最近你也看到新闻了 就NCC收到了民间很多的想法嘛 那他们已经整理这些想法 等于归零思考 回到他们的工作小组 重新来想 有民间的这些想法 那他们要提出 怎么样子的回应比较好等等 所以您刚刚说 他送到行政院 在院会上面讨论 没有这个阶段 并没有到这个阶段 唐柔你真正的核心价值 你会反对这样的一个 我猜测你会反对 我觉得 我自己在面对这些跨境的大型的平台的时候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确保说 我们觉得合理的 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觉得合理的 那在大型的这些平台上面 那他们应该是按照我们社会觉得怎么样 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的监察员都会去公布在竞选期间有怎么样子的政治现金花费到哪里去 而且我们的选霸法也说那国外的人是不能够来给我们的候选人政治现金的吗 这个应该是尝试吧 所以就是透明跟不能收国外的这些钱吗 那但是如果现在 就是在几年前真的有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 就是这些经费是透过在这些跨境平台上面下广告的方法 而他打的那个广告很明显就是帮特定的候选人打广告 那等于是绕过了我们的政治现金法这个透明揭露跟不能境外的这两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也有去跟这些跨国的平台谈 说我们台湾我不管你在加州或者在美国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很明确的就是你要揭露嘛 然后不能够收国外的钱嘛 那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不要说到了你们平台上面 突然之间变成好像不需要遵守我们这边的一些常规 那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在2019年有做修正嘛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他还是要从社会觉得怎么样子是合适的来出发 然后这些跨境平台这些科技来配合社会的价值 而不是说来扰乱社会 要社会配合他们的价值这样 对就是说不是大家犯成 啊不得了啦 你们这个违背了这个正男龙 正男龙价值啊核心价值啊 但是言论自由啊受到侵犯 他不是这一还没有到这个范围啦 那否则的话社会舆论 哇那他先天了啦 那不可能嘛 那他问你第二份公文呢 我们不要留个尾巴 好 那我说第二份公文都是人事相关的公文 但是我后面就是在处理的事情 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平台之间 要怎么样子能够互通 然后跟一些比较小的业者 包含新闻业者一些新的创新 能够共融 那这个我承认就是在当时我们讲的多个 呃圆宇宙多个共通的圆宇宙等等 呃可能没有举这个跟生活比较相关的例子了 所以可能有一点呃还需要解释 那那我我现在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看看 然后您您帮我听一下啊 是好就是举例来说像呃您有手机门号吗 对那现在如果你搬到一个呃收讯可能比较不好的地方 你想要换一家电信公司 嗯那你可以吸码就是可吸号码 它是一种互通的方式 你保留本来的门号 但是你跟新的电信业者签约 这个没有问题吗 有过经验没问题 对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互通就是两个 一个是说你不管电信业者是哪一家 你都可以跨网互相拨电话 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换一家服务商 你不用改变你的门号 你就可以换到新的服务商嘛 嗯那现在呃我们用Facebook账号 是不能去登入Google的 用Google账号好像也不能够登入苹果的服务等等 所以就说这些所谓的呃圆宇宙的这些 平台它其实是有点好像绑定 就是它只能够在网内互相联络 但是它跨平台的这个互通性 目前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等于每个人都必须要 呃好像办三个门号的感觉 也就是有不同的账号 你要寄不同的密码 然后呃有新兴的创新 如果这三家都不愿意支持你的话 那你很难接触到新的受众等等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的 所谓的多个共同的元宇宙 呃互通的元宇宙多元宇宙 它其实就是希望 像欧盟他们已经通过了法律 从明年开始呃 这些大的平台中间的即时讯息 那在之后呃 甚至包含语音或者是视讯 慢慢的都要能够互通 都要能够变成你可以跨网 这样子来互通 那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说 像台北市政府最近提出 所谓元宇宙愿景白皮书嘛 那其中有一项愿景 也就是叫多元宇宙共速架构 就是共同来塑造这个共同的架构 所以我觉得我试着这样解释了 不晓得这样子清不清楚 呃 其实唐凤年领域就对大多数来讲 都听来不是你不清楚 是我们听了不不清楚 那没关系 因为我发现这个您刚主动解释 是多元宇宙科 您下面有个多元宇宙科 是很受瞩目 其实你不要说我们听不懂啊 我们听不清楚 连高鸿安啊都认为说 他来自民间的资安专家 他有他都说他听不懂 所以需要解释的部分很多 我们估计就从账面上来看嘛 什么叫多元宇宙科 那这个发想是你发想的吗 呃那个我这边也帮那个 呃鸿安委员讲一下 就是我有看他的呃记者会 他是说他有有听懂 有看懂 他有听懂啊 他是说希望我用更前线的语言来说明 呃他并不是说他看不懂 这个讲在前面 呃好 那互通信 我刚刚讲了 就好像电信可以吸嘛 或者是说你可以跨行转账 现在甚至跨行转账 可以直接转到对方的手机号码 也就是对方如果换了银行账号 反正你认认准他的手机号码就可以转账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上面 就已经在用的这些多元的互通性的这些标准 嗯 所以这些让呃使用者也就是消费者的选择变得很多 而且也让新的创新比较容易发生嘛 嗯 那但是现在在跨境的这些大型平台 所有元宇宙的这些平台里面 就像刚刚讲到的账号也是没有办法互通的 也是没有办法跨网互打的 也是如果他把你停权了 那你所有资料都不见了嘛 所以就是说他的他对你的这个呃权利 是远高过我们有跨网有希码有互通性的情况下的这个权利嘛 嗯所以呃我们在国际上面像W3C 这个是呃我们全球资讯网 像浏览器的标准的这个组织 嗯 嗯那都很注意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最近都在制定新的规范 这些规范就是让我们的这些使用账号 在这些大的平台 你就不需要再呃 计三四个不同的密码 开好多个不同的账号 嗯它可以呃可惜的就是在这些不同平台中间 嗯很自由的互通 所以是多个互通的元宇宙 那我们多元宇宙科就是要研究这样子的标准 而且也确保大家知道有这样子一回事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这些跨境的平台呃 然后说那你在欧盟在其他地方都有这样的服务了 那在台湾应该也要有这样 嗯嗯好 其实也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唐沪他这个部门 一定是要慢慢的慢慢的 就看到实体了 那一般人可能也多所了解 这可能是成立这个部份 对我们老百姓加会的比较多的部分 因为没看过有个专门部会 然后可能未来会丢出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我们就看吧 因为透过可能立法委员的检视啊 监督他们可能会骂啊 会会干嘛的啊 然后我们就啪就从新闻事件 就多一点了解 那他们问你几个比较硬体 比较简单的哈 就说租金 你看我很多报纸嘛 好大家为什么要在这个最繁华的中心点 什么新光大楼上面 那租金会高达这个7000万 好7000万 这是一年的啊 一年的一年半 这个半很重要 一年半哈租金要7000多万 看起来蛮吓人的 可是为什么要在那个点 一千 呃7000多万 然后一年半 是以后还有其他的千亿的想法吗 是 呃我们这一年半 呃的中级办公室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数位产业署 我们数位产业署的人数是呃增加比较快的 其实就今天我们本来的延平南路的办公大楼 其实数位产业署就已经放不下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找新的办公室 那那个时候确实也有朋友提出说 因为产业署它是要帮助全台湾的各行各业做数位 数位转型 嗯 它有很多需要面对面联络的这些地方 因为它还没数位转型嘛 你要帮他你可能还是得到他那边去或他要到你这边来嘛 嗯 那所以这个实体办公室是不可或缺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说 呃在台北有哪个地方 它交通上是离全台湾都呃比较方便比较近的 尤其离南部比较近的 因为如果交通不方便的话 就会变成只有北部到的了产业署的人 才比较容易来谈数位转型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 呃在星光大楼也就是台北车站 那应该是离就是中南部全台北最近的交通上的一个地方 那这是呃我们的考量了 嗯那至于之后呃会不会就是我们国产署 让我们有更呃稳定的不需要再租的 可以呃持续下去使用的场地 那这个我们就还在谈那谈到某个程度 我们呃比较明朗的时候再跟社会歌姐说明 好这个谈问我们的网路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留言了 嗯还有donate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用急 因为以免打到我们这个采访的完整性 嗯而且无言说光琴姐主持这集新闻 对啊我这个这个 没关系我有准备 你看看我有准备啦 我觉得唐凤是容易的我是困难的 但唐凤我有几次专访经验 我相信他非常nice的哈 那唐凤我就继续问啦哈 最大的疑虑 政治类的 他认为你一定会搞网军 那你先帮我们前情提要 就你的了解 嗯 有没有民进党的 我在开幕的时候已经说了 对 自通电军就是因应境外的混合战 他是真的一种军种 他是国防部的编制 是重要的部队 对 那但是那是国防部的编制 所以自通电军不会进驻在我们这边来 是 但是资安上 我们如果去跑到就是国际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各国都很关注台湾受到这种混合战攻击的情况 所以在联防上面我们会跟不管自通电军还是其他民主阵营的国家的部队 都会做情资方面的分享等等 这个是一定的 那但是我想大家担忧的可能不是自通电军或者是抵挡境外的自安攻击的这部分嘛 大家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维持行政中立 那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司署长虽然可以用外部的教授副教授 但是目前都是常人文官 那行政中立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是特别请这些司署长能够确保他们进来的约聘库 也能够维持相同的这种行政中立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很在意 我也非常在意 这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我本人也没有党派啊 不可能帮任何特定的党派去做违反行政中立的事情 不然我们镜头前面你看我连台湾时报都留着 这个很大版而且半版在头版头 这就是唐鳳他接下硬性的这个画面 还有就是说你翻开各大报 他们都会讲说网军网军网军 那久的这个激励印象说 社会部那么多人里面藏网军 但是今天唐鳳给我们做保证 我也是行政总理是他非常在意的 那唐鳳那以前或是说现在政府机构 就你了解有没有网军 我觉得这样讲了 自通电军是国防部的正规编制 我们本来就需要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 那这个包含资安上面的联防 这个都是在国军里面真正意义上的部队 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 以我所知真正有军种的 那就是自通电军 是是其他领域是不知道还是说敏感 不是你的业务范围 所以不涉及这种比较政治敏感性的题目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以我所知的自通电军的编制 它是重要的部队 我们的资安署主要关键基础设施 跟我们公共部门的这些防护 对 你说他们有没有工防的演练 有没有这些巡回的集合 有没有这些我们叫红队蓝队的对抗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那这当然是在网际网路上面发生 确实也有红蓝军对抗等等 但是这些是我们的本来就应该做的 资安上面的工作 那这些工作是我所知道的 那如果大家说 那违背行政中立 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这个不是资安工房而是怎么样吗 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啊 对不对 我能够理解的 其实就是在行政中立的前提底下 面对境外的这些攻击 跟各国民主国家联防 这样子的 不管自通电军 还是我们资安署 未来资安院的这些朋友的工作 我很理解就是说 因为你好像是在太空领域的 我们好像是落地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第一个是你的领域 一般人他没有办法懂的 或是涉及的 一方面你可能也没有搞政治 我说实在你那部门 可能跟其他部门会不一样 那他们讲的 他们担心的就是说 其实不是针对你有没有搞一个 网军部门 或者搞这么多人在那边藏住 然后搞网军 他们讲的也不是那种资安方面的 这个红军蓝军 他们讲就是说 有没有像过去 譬如说我举例 我跟唐宝一样举例 然后就开始就打打击他 有没有政治打击手的 键盘手的这种东西 均匀了解 你们这个议题我是超出了 苏维布以后不会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刚刚一直讲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法 其实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任何公务人员 包含我们的约聘人员 不应该不得 就是不能够为了支持或反对 特定政党或者政治团体 或者候选人 动用行政资源 来编印制散发 张贴文书图画 其他宣传品 或办理相关活动等等 去影响选举罢免 或者公民投票 行政中立就是这个意思 行政中立法就是这样子写的 所以我们刚刚说 恪守行政中立 应该意思蛮明白的 好的 好那另外也是一个很很单纯的一个议题 国外旅费破千万值一过高吗 高吗 为什么要国外有些考察之类的 这里要分成两个来讲 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是各个不同的机关 包含资安处 本来国发会 NCC交通部 经济部等等合并的 所以他们本来就业务上 有要做一些像 寻回到不同的我们住外管处 就我们的大使馆或代表处 去确保说他们连回国内的专线 不会被篡改啊 泄密啊 阻断啊等等 这叫自安见谨 这个是本来就一定要出国办理的业务 那本来办理啊 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办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本来就得做的 第二个 大家问的是说 那我们不是可以视讯参加会议 为什么要编机票吗 对不对 那 那确实我自己很常视讯参加会议 那 大家知道以前这个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嘛 派个机器人 或者 前几天才参加欧巴马基金会 的一个亚太的领袖营等等 那所以确实是可以视讯参加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派人到这些大会 重点不是只是在上面说话 在那个议程上说话 而是在那个周边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友邦 或者组织 可能不知道台湾有输回不务 或者是现在我们在推行怎么样的政策 但他们也很有兴趣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场边去拓展我们的外交空间 可以弹出新的合作案来 那这个如果你是上线视讯完就下线 那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就是尤其第一次见面不认识的人 那这个时候你实体在 那能够拓展外交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这方面当然有编经费 但是比起其他部份也没有特别多 好 然后这个你自己 没有所谓的学历问题 在你上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成长背景 但是外界的想法是说 如果你用不中学历的这样的一个 用人标准的话 而再加上他们如果约聘 以后的去留 目前是一个问号 会不会是带动文官体系 反而会存在非常多的黑官 对其他考试进来的公务员 其他部门 是有不一样的做法 而造作制造出不公平 那你不中学历的这个 审核门槛 为什么这样定呢 要你的话 我 我没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我也接受社会经验的认可了 立法委员的监督了 我的这个好过去 但是其他人不一定哦 那你你这很大胆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做法 尤其冲撞了文官体系 大家的既定印象跟科九 刚我们已经讲了 八成以上都还是事务官 所有的司署长目前也都还是事务官 所有的约聘包含他的行政中立的这一部分 都是受事务官节制 这个刚刚都已经讲了 那所以当然没有什么破坏文官体制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讲学历 呃 我们在特别是自通安全的领域 其实一个人他有没有极占力 是包含您讲的证兆 或者甚至是上机直接攻防啊 直接来验测啊 那那你立刻就知道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实际上他是看你碰到应变的状况的时候的反应速度 你的反应能力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包含他在管理面 他在技术面 他所有的这些经验才是重点 他是哪里毕业的 跟他的极占力 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这个关系可能不如你实际上机或者看证照来测试 我想这个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你再讲一下故事 因为你用了二十几个人嘛 以后还会再用到封底 可能八九十人吧 只要到明年年底 你想要极占力 比如说高宏安 他到你那边 那你们经过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厌试 才发现他有极占力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你用了几个人的这个过程 是 像最近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开出缺来嘛 当然大部分还是事无关 但是也有约聘的部分 那像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 我为什么可以在家里签公文 就是因为我们在部署一个所谓零信任 这样子的一个网路架构 那零信任网路架构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在办公室 还是你在像我现在在家里 你的手机它的硬体的安全 它上面跑的软体的安全 它上面连线的安全等等 这个都要重复的确认 我每次签公文的时候 都要重新感应一次指纹 重新去确认我的硬体软体连线都没有问题 等等 那但是这个架构 以前在公务机关里面是没有没有做过的 那偶尔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是有线上签公文 可是他最后还是要回到办公室里 插自然凭证来补签 所以用行动自然凭证这个新的元件 怎么样整合到这种新的架构里面 这就需要极占力啊 那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样子的月聘人员 我们这个制度的建立的时候 那就不是让他做什么练习体 而是说我们现在就碰到的这些技术的挑战 对你之前有做过多少零星人的系统 你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贡献 我们现在设定要怎么设定 你就跟我讲啊 那像这样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面试 就不完全看书面审核这样子 了解了解太了解了 就看他一上证有没有嘛 对不对有没有三两三嘛 是不是符合你们现在这套要用的 那所以会不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 甚至这个有时候会无限上纲 甚至质疑到你唐凤身上去啊 你有没有召开那种国际的资安会议啊 你如何如何 那如果你用这么多人 你看数位部发展 外行领导内行的引擎 这种评论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内行外行之间 这个唐凤 因为你要盖章的嘛 你可以保证说 不会有他们所评论的这种状况 就刚刚讲了 约聘并不是主管职啊 所有的司书长都是常任文官啊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常任文官中间有没有外行呢 嗯 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司书长 都是有非常资深的经验 也规划过非常多大型系统了 所以这部分应该还算是有信心的 好唐凤有一个啊 因为你过去有一个没经历 你没有组长过部会 嗯 你没给游泳这么大的预算 嗯 你没有组长过这么大的组织业务 尤其里面八成是常任文官 因为你不断的一直被我问到 你也回答了哈 八成啊 那就要带人要管理啦 就跟你过去可能 其实以前那个疫情阶段 我有访问过唐凤 你看多快乐 像那个南部有一个做好口罩地图的 嗯 那你后来也比拼 还有你即使要什么的时候 那那种合作那是很快乐的事情哈 但是你如果要当一个部长那不一样 唐凤谈谈你的经历跟你的未来吧 哈哈哈 跟人啊 可能比你年纪大之类的 那那时候口罩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嗯 是是感觉是很焦虑啦 是很有挑战的 那时候大家还问我说 我们这些健保快易通吗 问我会不会有压力啊 我说应该是机器很有压力哦 嗯 那当然我们现在事后回想 可能觉得呃 确实有一些贡献 真的是让大家买到口罩戴上口罩 那呃 不过在当时确实是结合了社会各界的力量了 也就是不是只有公务员 民间非常多的朋友 就像您刚提到吴展伟等等 呃也都在呃 共同的目标里面去创新嘛 嗯嗯嗯 那我觉得我现在在数位部 我还是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所以我们才叫做全民的数位任性 嗯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的任性是靠大家守望相处 如果看到有什么需要做的更好的地方 像您刚刚提到的不管口罩剃图或者其实去年的简讯实联制等等 这个是民间发想的嘛 所以我们透过像总统杯的黑客松啊 国际的黑客松啊 点子松啊等等这些活动 我们数位部还是会持续跟这些民间的公民科技家这些创新者 呃继续去把他们的好主意 变成我们国家接下来施政的 呃input就是他的输入端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持续的 那您您刚刚问到我个人哦 呃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全球的民主阵营 嗯 他们在经过呃乌克兰的状况 嗯 他们现在看台湾 嗯 其实跟以前看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嗯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嘛 这个不管欧洲的美国的各各方面的都很愿意来跟我们谈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联防一方面 他们发现我们因应不管疫情加讯息有的没的 都有很丰富的经验 也累积出一些实战的想法 嗯 那二方面是说 那他们也在因应这些新的东西 对他们是新的挑战的时候 哎 台湾很愿意帮忙 我们所做的这些共通的元件 像刚刚讲到的在问那个所谓外包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呃不是只是让我们其他公务机关或地方政府或民间使用 我们也很愿意让全世界使用啊 哇 全世界愿意用这些比较有任性的元件 呃或者像刚刚讲行动自然凭证的导入等等的时候 嗯 那他们如果愿意我们也很愿意去 呃不要说输出应该是跨境服务嘛 去建立这种跨境服务 嗯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产业上的兴趣 资安应变上的兴趣 社会发展上的兴趣 台湾现在在数位上面都是全球瞩目的 嗯 所以我自己当然是很乐意继续去跟全球分享我们这方面的经验跟能力 那我刚刚问的是说要带600人 嗯 不容易 第二个你过去是政务委员 是 你现在是部长了 是 他你在哪里 你自己有没有想到 呃 我觉得我很感谢就是各党派的立委 嗯 当时在数位部组织法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同意很支持这样子的做法 嗯 那接下来我们预算的运用上面 如果大家觉得怎么样运用可以更好有更好的想法的话 那我绝对是徐行手脚很愿意跟大家学习了 那回到您的问题的第一个部分 呃 我觉得以前在政务委员办公室的时候 呃 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民间的跟事务官呃一起合作 但是这一次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第一波真才200多人 呃大部分事务官 但有一些约聘 就有超过5000个公务员跟民间人士来投履历 哇 所以这个这个有热忱的人才 嗯 觉得说哦那不是只是政务委员办公室 因为毕竟那个编制比较小嘛 对 而是大家都很愿意投入我们产业署 资安署我们各个司的这个工作 我是非常感动 就是对我也了解到很多业界的人 我看那个履历来 他的待遇比起他现在待遇可能是打八折 但是他愿意 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到全国性的系统 啊对他作为架构式的这个历练有帮助 而且很多人也讲得很白 就是他觉得现在地缘政治上面 我们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 他想要有所贡献 那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 别的地方没有的 而且这是资源嘛 是 那六万元您刚刚提到了 他们的薪水他们在业界跟呃立委质疑说 六万元一个月片搞六万元 甚至比其他部会的这个 按照这个等级续星的这些都高 有这样吗 还是说六万元很低 并没有特别比国科会高吧 我们都是专业的人员嘛 这个部分应该是类似的 那而且我也有看到 也有委员问说 那我们起薪四万多太低 绝对请不到人 所以你看两面的说法都有 对 我也认为 对 那但是我们都是按照人事法令嘛 我们按照专业背景的经历 去核算薪资嘛 嗯嗯 好他们还有一个 嗯 要不要执行公权力 还是学院他比较 你们的这个单位比较偏研究 呃我们有研究的法人 呃但是我们本身不是研究的单位 每个政府机关当然都是公权力单位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 是去执行 嗯 那但是像呃 资讯工业测经会 也就是资测会 对 或者电信技术中心 电信中心 嗯 那个是有做研究的 这没有问题 嗯嗯 那自通安全研究院 未来也会跟民间的研究社群 呃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们的研究的能量 是放在法人里面 但是我们是执行单位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这个数位产业的推动呢 嗯 嗯 我们的数位产业的推动 我们有个专门的数位 产业署 那他们的工作呃 就是帮助各行各业 所有的行业 来进行数位转型 这就是数位产业的意思 就是不是只有说哎 我们当然资服业 资安业者 这些是最核心的嘛 但是任何愿意运用资料科学 资付资安等等 来数位转型的 不管你本来是什么行业 我们都很愿意来帮忙 那但是我们不会有这种日常监理的角色 监理还是在本来的监理机关 那原先的这个项目是放在经济部 还是说整个宜割过来了 然后苏万针他的意思是说 在你们部门下设这个树叶产业署 有歧视传统产业之余 而且你割裂开来的话 有蝶床架屋 浪费工夫 没有割裂啊 刚刚您说割裂 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是说经济部下面就可以做了 那虽然是冠以数位 然后这个你们下面有所谓的产业署 但是对于传产啊 对于经济部 他们辖辖的很多的产业 你们了不了解 当然 如果您问我们宇正华署长 他了不了解工业局的话 应该蛮了解 他本来是工业局长 对 我都说他车过来了嘛 是不是 对 那但是就像刚刚讲 我们做的是横向的 我们是所有产业包含传产 对 导入数位转型 不管他是为了要提升良率 还是他为了要流程再造 还是为了他要找到新的客户等等 这些工作 这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并不是割裂的 不是说有些行业数位化程度低 所以经济不管 有些行业数位化程度高 所以数位不管 完全不是 所有的这些本来的经济活动 各行各业还是在经济部 或者他本来的监理机关 这个没有变哦 那只是说各行各业要导入数位化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数位产业署来协助 所以不是纵向切割产业 我们是横向帮助所有的各行各业 所以不存在割裂的问题 嗯好 唐凤这样子 我觉得一切都是来自于源头 就说成立数位部到底是谁发想的 是你唐凤呢 你去争取 还是说整个行政院 甚至上 上次蔡总统 他有这个想法 不然的话 唐凤从防疫期间 他就是外销日本 人家说就是你是台湾的一个亮点 国际的一个 反观我们台湾的你是一个门面 所以大家就说 是不是蔡政府有迷信唐凤 迷信唐凤这块招牌的这样子 所以干脆丢一个部会给他完 这不是光琴姐说的 这是十万次就有这个第三点 所以你觉得呢 这是一个原有原起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跟我们讲讲内幕嘛 那顺便讲一下感受问题 譬如说 人家都说你是 数位大臣 就是日本的那种用语 或是说你是天才之类的 所以你在日本曾经有大篇幅的报导等等 所以 跟如今做一个数位部部长 从原起一直到现在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就像刚才说的 要成立数位部 是蔡总统交付的任务 是他的连任的政见嘛 他在就职演说特别提到的 说要整合咨询 自然电信传播网络领域 那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也是一个跨党派的见解 不管是刚才提到的 张三振前院长副院长 其实提出非常类似的见解之外 包含民众党在内 很多的党团 当时在立法院的时候 也都提出过这个见解 所以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要整合这些业务 降低协调的成本 这个是大家都有看到的事情 当然是在苏院长的权力支持底下 那这个筹备工作才能够做得好 那而且郭耀黄老师 之前科技汇报直密 然后政务委员 他非常全力进行这个筹备工作 可以说是已经把这个地基 已经做好了整体规划 跟立法院沟通等等打好基础 所以绝对不存在说 说是好像是我的主意 或者是为了我弄个部会 应该是不存在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问说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日本的情况啊 我在日本是这样 就是他们的本来在内阁官房里面 就有一个负责自通讯促进的部门 那后来他们把他想到 变成在内阁府里面 变成叫数位厅 变成一个专门的单位 那所以他们这个过程 他们确实是有跟我讨论 当时参与筹备的君慕莱教授 我们每个月每个月都有视讯讨论 我讲了什么也都有公开在网路上面 那甚至后来我邀他到台湾plus 我们还有一集访问 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台湾在疫情期间 应用这些数位的方式来应变 任性的这件事 日本人他们发现 台湾有健保卡 甚至可以视讯看诊 所有的疫苗接种的记录 他及时就同步等等 这个在日本当然觉得 那为什么日本不这样子做呢 这个是大家是确实有这种感受 那所以他们也致力于 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才会跟我有这么密切的 意见的交流 所以就刚刚讲到的 我们这方面的防疫的这些工作 整理出来变成所谓的台湾模式 国外的朋友有类似的需求了 那我们就促进交流 这个不只是我在疫情期间的工作 我即使到了现在 我还是跟各国的这方面 数位的领导人 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交流 是 台湾你刚刚 既然提到郭耀黄老师 你是自卫老师 那我看到那个新闻报导 我一直都留着 那好事者就会把他找来说 本来你是部长你为什么求去 按照媒体这样报导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他求去是为了什么原因 跟这个数位部成立有关吗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当时郭耀黄老师 以及当时施能杰人士长 在总统院长的交付之下 来开始筹设数位部的时候 当时我有参与讨论 那之后包含跟立法院的交涉等等 这些我想八九成都是郭老师的贡献 那在这里面我常打个比方 就是说那个地基啊 钢筋水泥啊 都已经布置的相当好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可能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大家忽然之间对于应变韧性 像资安 我们以前是防止入侵嘛 这个篡改啊 泄密啊等等 是资安的重点 但是在俄乌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可用性 就是说那如果你的基地台 或海兰怎么样了 你至少讯息要传得出去给国外吧 这个可用性的重点突然变得更重要 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可用性跟韧性的重要性超乎以往 跟本来的这个架构在这个中间 要怎么样子去弥合 去确保说我们本来推动这些 包含产业啊 包含一些国家数位转型的架构 一些比较长城的永续的这些思考 跟我们现在就是要应变 就是要短期 确保我们碰到什么挑战都要有韧性 这个中间笋头怎么结合 就好像钢筋水泥 我们现在要进入室内装潢的这个阶段 那这部分 后来就是在总统院长的期许之下 我就越来越多参与这部分的工作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渐进的 不是说好像忽然怎么样 而是说在各种外部的情况之下 我就越来越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问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你跟郭耀黄老师中间取舍的主要原因吗 跟任性 当然我所收到的就是在俄务战争之后 那就是院长或者总统都有特别希望 我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去确保说我们碰到就是天灾啊 或者是下一波疫情啊或之类 因为我之前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工作就是这种应变性的工作嘛 突然间出现一个新的情况 我们需要调整既有的数位系统 或发明新的系统来因应这个情况 那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算是我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后来我的工作有一大部分 就开始规划这方面的工作了 那当然至于人选啊等等 这个是总统跟院长的权责嘛 我也是被就是被告知的这样 是唐某这个我们节目快要进尾声了 那我一并回答跟那个观众留言 跟donate Richard Lin donate70块 他说请问唐某你听着啊 就是WiFi6GHZ频谱 这个频谱的开放时辰是何时 世界各国都开放或准备中 但台湾还停在审议中是这样吗 我们很多频谱跟资源相关的工作 本来是在NCC的资源处在审议 那我们现在以波这方面 就是资源司的工作过来 那他们会持续做这方面的讨论 那这个讨论我想产业界比较期待的 是他在讨论过程里面也能够听到产业的声音嘛 那这个我可以讲的是说 因为我们从监理机关 虽然同样的同仁啦 但从监理机关变成我们现在是一个发展的机关了嘛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产业署的这些朋友 那去更进一步的去搜集民间对于这样子的想法 我想包含这位朋友关心的以及非同步卫星 以及我们的5G的专网等等 都是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更加这个大频管低延迟广连结的 去搜集业界的意见了这样 荒通你说频谱是NCC管的 这个当然唐某未来这个分纪呢 到底是NCC还是刚刚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监理 就是这些操作者他有没有违规啊 是不是合规啊等等 那这个部分是NCC的选择 但是如果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要开放新的评段 要因应产业的需求等等 这个策略整体的规划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是我们规划出来 那NCC按照当然我们会互相派员讨论 按照这样子的申请 来确保说这个申请的业者 他真的有做到 他当时因应我们这边的策略的这个做法 他有妥善的运用这些资源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在这个事前的这个策略的规划 是我们的工作 在事后的就是实际运行的日常监理 是NCC的工作 你看吧 你看大家提的很细的问题 唐某都有解 那原先我们并不清楚 前锋斗内美金4.99块 我们再往上跑 刚刚有一个斗内 我们可能要翻 但我直接就问了 就是唐某就是 他提到就是算旧账 我其实我本来也有准备 没有准备这一题 但我现在可以翻出来 就是说他谈到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要打疫苗的时候 大家都急死 那去用那个网络 就所谓数位防疫的部分 法传系统等等 他们觉得卡卡的 就那段时间你记得吗 当然了当然记得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当然记得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回应这个问题 刚刚那个斗内翻出来 就类型的问题 我想法定传染病系统 以及Trace系统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确实是发现说 我们就是本来所在的这些系统 每一个单独的运作 他们中间的那个损头 就是有很多个乙方嘛 有很多不同的承办的厂商 那我进去的时候 我是签了 我第一天就签了三个MDA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看彼此的那个程式嘛 所以是我自己去看了之后 去开始调那个参数 然后后来跟我们 龐一鸣处长嘛 建立新的系统 那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说 他们平时不是没有做自然集合 平时也不是没有做这种类似的 消防检查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这样子 去确保说 当他的量大到几千倍几万倍的时候 他的这个可用性还能够保持的 这件事情 不在本来巡检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在数位部 我们的好处是说 我们的资安署 资安院就是本来技福中心 那以及我们的数政司 就是本来的国发会资管处 这些本来是在不同的地方 也需要协调的这个单位 现在都在数位部底下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确保说 这些很关键的一些设施 包含法传系统 那我们未来在巡检的时候 就不是只是去看说 他会不会被入侵或篡改 这个当然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大家在意的可用性 就是你涌入几万倍的人来的时候 不要当机的这个 以前可能没有排在那个 检查表里面的 这个现在我们要检查 而且不要等他实际发生状况 我们一检查发现说 他只能容纳两三倍的人 比现在再多一点 大概就要当了的时候 那就好像围老建筑重建一样 我们就要马上去导入这些新的 高可用性的这些原件 然后去辅导他们本来的这些乙方 这些厂商引入这些新的公共城市 去确保说 那他的可用性可以变好 所以等于是抢先一步了 去做这个工作 而不是说每次碰到了 他真的当掉了 才来说 那我们赶快二四小时之内 多久之内要修复 是 最后就是高宏安曾经咨询过 一个 就是说各部会 有些部会 他们下面会有设立APP 那个APP效能有的很低 就他可能不符合他所花费 建制的这个比例 那你有 你们以后会盘整这个方面 重整这个部分吗 我们 两支前三 今天比较多讲的是 非同步卫星的 防灾应变的那一支 但是还有另外一支 就是去确保 可以用这些新的通讯传播技术 来解决社会问题 我举例 好比像说像 我们的不管听障 或者是反正就是需要用台湾手语沟通的朋友 那目前当然在一些公部门的 像我们疫情记者会等等 是有手语翻译嘛 但是平常他如果要接电话 或者要打电话 那比较难找得到这样子手语翻译的服务 但他整个流程整个体验 也不是非常顺畅嘛 所以我们在新的这支前瞻里面 我们会征集100个像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们会确保里面10个以上 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那这个时候 当然卫福部很很乐意看到我们做这件事 因为不管是生权法啊 或者是照顾到这些朋友 本来就是卫福部的价值嘛 但是我们的做法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说 那我们就又来开发一个APP 然后在那个APP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可以用 但是前瞻两年过了之后 这个APP说不定也不太维护了等等 就是这个是确实是让以前 大家感受不好的情况嘛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 我们会跟既有的这些通传的 这些视讯的这些平台 合作做什么呢 做我们叫做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给大家参考用的一种实作 但是这个呢是用开放的 包含它的程式嘛 API等等 开放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来引用 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用的视讯的平台是什么 或你用的通讯平台是什么 如果你以后要有这种 及时手语翻译的服务的话 你就不用从头到开发一套 因为以前大家对于工部门开发APP的印象 都是说那工部门就选定这家厂商 这家厂商的功能就服务到好 但是别的厂商 因为这个发包通常都是只有一家得标嘛 其他想要照顾到别的就进不来嘛 但是像您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口罩地图 就不是这样嘛 我们不是发包给这个吴展伟嘛 他是自己开发的 我们是开放出这个及时的口罩存量等等 那所以就有上百家不同的人 他可以透过LINE的机器人语音助理 来照顾到大家的需求嘛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一样 就是不是说专门挑一家 然后APP 然后都不给别人分享 而是说我们只是有一个给大家参考的实作方法 但是透过刚刚讲Public Code 公共城市的概念 让所有想要做类似事情 都减少他们的进入成本 所以大概基本的想法 就是一个共享互通的想法 这样 好的太好了 今天唐凤他丢出来非常多的 就是媒体还没有紧追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发出非常多的新的东西 我们从头听到尾 就是觉得蛮新鲜的唐凤 就是你开发台铁 然后这边还有手语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期待的一个部门 那也谢谢唐凤 那以后看你怎么做了 那最后前锋他又donate 美金9.99元 他这个donate还是在质疑是 有权力的人会豢扬网军 之类的 你看看这个议题可能你在立法院以后 如果背语的时候可能 他是一个长销的题库 就是我没有党派 我们的司署长都是事务官 我们绝对恪守行政中立就是这样 好按照渔网的经验唐凤他每一次受访 他都会把整个访问的过程他挂在网路上 但是唐凤最后一分钟 我是不是有遗漏的地方 或是说还没有问对的地方 那您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应该没有 那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特别是主持人跟donate的朋友 问的非常的详细 我觉得重点就是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不清楚的 我觉得我们施政可以讲得更清楚的随时让我们知道 我们都非常愿意保持这种 就是高频宽低延迟 广连接的这种沟通方式 再次谢谢大家 好再一分钟阿毛他又donate进来 170块他想挑战来宾 今天来宾就唐凤了 他不认为网军是归属国防部的 以数位发展部的能力配置 完全可以做出 不管叫网军大量网络小编洗资讯的作用 想请问部长 请他成为您部长 以后怎么解决我们的疑虑 谢谢 就像刚刚讲到的 我没有党派 而且我们的司署长也都是常任文官 我们用的约聘的人 绝对要受 不管是行政中立法 或者是我们阵风这些的约束了 那我觉得大家 当然理解到说 就像一个人他有这方面的能力 他会不会去误用等等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担心 或者是很忧虑等等 但是再次跟大家保证 就是我自己对我来讲 行政中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也很希望大家一起 我们全民守望相助 一起看着我们继续维持行政中立 唐凤今天至少三次以上 再三保证他会维持行政中立 今天非常感谢唐凤 而且我超出了17分钟 那也祝唐凤中秋节快乐 然后身体早日康复 以后要顾及自己的身体 那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很多新的想象 好谢谢 谢谢唐凤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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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